我覺得這個雞胸入奶色簡直是完全不人道 菜雞水 好恐怖啊 喂...有兩杯 不要啦 來啦來啦 喝杯啦 Hello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是一個很喜歡吃東西的人 但是因為拍攝的關係 所以經常都要緊急減肥 好像上次拍MV 就在拍MV前幾天才緊急減肥 但一拍完MV之後 我又暴飲暴食了一個星期 那就糟糕了 因為接下來又要拍攝啦 所以我就在Google上面打 緊急減肥餐單 第一個打出來的就是 所以決定我這個星期 都要跟著韓國裡面的飲食清單 看看一個星期之後 究竟你們有多少 除了得Go 現在先來一個簡單而途的 磅蟲儀式 嘩...這麼肥呢 Day 1 韓文英的三日蘋果段吃法 只是蘋果達到快速瘦身的效果 但不介意長期執行 先吃早餐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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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上了 因為要出去的關係 所以... 帶蘋果出去 對啊... 你放在那裡 看幾位 欸... 2點鐘開始 2點鐘是幾點 雞胸肉奶色的部分 快點拿到覺得很恐怖 首先...雞胸肉 我覺得這個雞胸肉奶色 簡直是... 完全不人道 為什麼會有人想到 會把雞變成一個飲用的東西 太恐怖了 首先是有這個很臭的 野菜 西蘭巴 為了調味的關係 有一個吉在這裡 有半個蘋果 還有我待會應該要放 大概10顆 天蹄 真的很多韓國的明星 或者idol 都有喝的 全自然 Jackson 是不是金鐘果 金鐘果是多少 200g雞胸肉 它是四瓣 四瓣 菜雞水 好可怕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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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有兩杯 不要啦 來啦來啦 喝杯啦 雖然它聞起來是很有草青味 但是它吃起來是甜的 來到晚上啦 我發現上午那個 不算太多 第四個小時 就已經 開始有一點點惡意 要再加點肉 不要不要 很薄的慢炸 喂... 雞胸 它們加起來就是這個 全自然雞胸賴色 發現呢 韓國人是不是很趕時間呢 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 將這些 搞碼一堆 我們的材料 首先 是要加10顆的 這些麻煩 大量 士多啤梨 香蕉 核桃 三顆 當然有地獄 雞胸 喂...這個顏色 好看好多啊 大哥 不行...它為什麼有個回甘呢 核桃出了事啊 不喜歡核桃 今天早上那個很明顯就不好喝了 但是呢 它吃下去反而OK 之後不要再加了 完成 你們實在是太過分了 竟然吃這麼好吃的 是不是麻辣湯 我現在的策略是 看著這個 夫妻皮片 然後吃這個冰塊 對 我們不是想吃的 為你提供生菜 今天要follow的餐單呢 就是 Mama Mo Sola的減肥餐單 好開心啊 因為它吃很多東西 首先有泡菜 起碼這個很棒 有調味 有鹽有糖 牛柳粒 五谷飯 杏仁奶 韓國人最喜歡 生菜 蘿蔔 包著肉吃 這個牛呢 是不能加油 不能加鹽的 會不會黏底的 煎得也挺漂亮的 因為我本身的盤子有聞 有泡菜 什麼都好吃 我覺得可能它是牛柳 因為買得不錯 所以都OK 不算太... 很輕 到午餐了 但其實不算午餐 因為現在已經是五六點了 所以其實它是晚午餐 首先它主食是一個南瓜 前早的南瓜 做小小塊的南瓜 不知道要氣炸多久 我們一起experience experience experience experiment 180度 20分鐘 moment of truth 這個不錯 海產 南瓜 馬爪魚 海帶 沒有加油炸的豆腐 其實我平時是完全不會吃南瓜 試一下什麼味道 很像斑樹 出奇地好吃 這個海帶 買了這個 這個就這樣浸水 就已經夠軟 可以吃 用來煲湯一定好吃 味道 這個醬是否真的可以吃的 還挺甜 還挺鹹 還挺辣 感覺到它的製造過程 不是有很多糖 小吃吧 完食 晚上其實已經很晚了 我發現蘇娜晚上吃的東西 都是幾乎 沒有味道 而且它是要吃六隻蛋 我不用了 我每天都坐在室室 四隻蛋 算了 兩隻蛋黃 賣了natural low fat 優格 還有藍莓 Sora也挺搞笑的 為什麼要把 好像早餐的東西 放在晚上吃 早晚瘋倒 Sora這個餐單 如果你有運動的話 應該營養超好 蘿蔔好難吃 對 嘗試點娛樂 快速 好像有好 好飽啊 不行 早安 現在是Day4的早上 今天要跟的餐單 就是韓素希的餐單 但是韓素希是沒有餐單的 他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 吃的東西每一口 都要咀嚼超過30下以上 難得今天沒有食物的限制 當然是出來吃好一點 所以 我來到佐敦這個 吃烏冬的褲頭 其實我最想吃是咖喱的烏冬 但是好像太過份了 所以我可能吃 壽喜燒湯的烏冬 可愛一個 售喜燒湯 都可以 吃完出來 我想我吃了有一個小時 我發現 原來 你每一盞都咬到很小的時候 真的會吃很久 早安 來到Day5 今天是非常地獄的一天 因為明天已經拍攝了 還有call 7天 所以應該會水中到一個不幸 所以今天我們要跟的餐單 就是來自這個國民妹妹 IU的減肥餐單 這個真的超級地獄 IU就分三餐 但他只吃三樣東西 早上他會吃蘋果 下午他會吃一條蕃薯 這個就是我的早午餐 還有今天最好要排水出來 所以我要在今晚7點前 最好喝到2000-3000cc的水 然後晚餐就厲害了 我們今晚再說 現在先吃了一個午餐 早午餐完成 來到現在 晚上的6點 其實時間就很早 但實在太餓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吃 IU的晚餐 他很開心 就是 蛋白粉 振到這裡 但題外話 我覺得這個是 巧克力味是蠻好吃的 起碼有點甜 這個可以慢慢喝 起碼飽了一會兒 趁我們吃晚餐 我暫時的套 飽了一點點 我就煮定 明天全日都會用到幾樣東西 就是 紅豆水 這個就是來自於 朴信惠的紅豆水 消腫法 這個紅豆和水的比例 就是1比5 然後煮滾了之後 蓋上蓋 焗30分鐘 紅豆水就完成 開腦 它就是 這是成功的紅豆沙 早安 早上6點就不回昨晚準備的紅豆水 現在先喝一點 還蠻難喝 唉 趕快喝下去 回到來 現在去到晚上就要喝昨晚整整的紅豆水 今早喝了一半 其實我不覺得真的有標準度 好像平時差不多 早上來到第七天了 今天要跟的壽生餐單就是丹麥壽生法 早餐首先 全麥多士一片 剛剛看了一點 白燒雞蛋兩隻 西柚變成橙 然後武糖綠茶一杯 這個可以慢慢喝 喝個眼酒 午餐繼續是全麥麵包一片 雞胸 我加了少少的調味 少少的椒鹽在旁邊 大家不要介意 還有水果沙律 蘋果混合 蘋果混合 混合藍莓的組合 我發現吃了這麼多天 你有少少的鹹味 你已經覺得 好吃 最後的晚餐 現在要先煮蔬菜湯 今晚會有水果沙律 蔬菜湯 雞胸 加上蕃茄 全部混進去 色彩繽紛的蔬菜湯 差不多做完了 應該是可以加鹽的 但因為這影片買了一些泡菜蘿蔔 我又未必會吃得完 所以我打算加一些泡菜汁 加一點 我去做調味 吸引 耶 做好了 這個是現成買回來的雞胸 雞胸 所以它應該是醃了一點 而且它過了10天 希望你沒事 好乾 吃一下泡菜湯 OK 幸好加了泡菜汁 這7天 這樣就完了 其實除了 頭幾天 比較恐怖之外 我覺得之後那些都 接受到的 那個雞胸肉賴色 真的 我這輩子應該不會再喝 NO NO 還有第一天 那個泡麟英鎮 吃蘋果那個 那個泡麟英鎮 真的瘋了 因為它是連續生日 正是吃蘋果 連續一天都已經 肚餓到一個不幸 不要亂試這個 真的 會暈了 但後來那7天 是飽肚的 不是像前面那幾天一樣 完全一吃完 過了一兩個小時 就很想再吃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 OK的 如果再試的話 應該會是 最後那幾天在看 前面那些 真是 NO 好恐怖